近期整體二手買賣偏淡 且接連綠涉釀個案 沙基灣鄉島一個三房單位 以1130萬元逆主 該物業約六年半帳面貶值約175.6萬元 或13.4% 美聯物業聯席區域經理李鎮榮表示 該行促城鄉島三座中層F室的成交 單位實用面積約695方呎 以房間隔 獲區內客 轉租為買 即1130萬元承接 尺價約16259元 原業主於2017年2月以約1305.6萬元一手購入該物業 次次轉手 六年半帳面洩約175.6萬元 或13.4% 同位於沙基灣區的遠程 有持貨約十年的一手買家選手離場 美聯物業高級區域經理周永葉說 該行促城遠程本月手中買賣 單位為中層理室 實用面積約431方呎 一房間隔以628萬元 二頭價由同區買家承接 尺價約14571元 原業主2014年8月以約674.2萬元一手購入 持貨9年漲洩約46.2萬元 或6.9% 利家國地產高級聯席董事今上得指出 大國咀軍會港三座低層置室 實用面積541方呎 三房間隔以900萬元成交 拆價約16636元元 原業主2020年4月以1000萬元入市 持貨滿三年 轉手賬免虧損100萬元 或約10% 不過 有居屋業主則要繳付額外印花稅 SSD 沽貨 消息透露 屯門居屋身為遠以左身海角低層三室 實用面積401方呎 以以保地價370萬元逆手 拆價9227元 原業主2020年12月以以保地價426萬元 購入上述單位 試次轉手賬免損失56萬元 或13.1% 由於持貨未滿三年 遼稅支付相當於成交價 百分之十積37萬元的SSD 連同其他洗費 原業主實際虧損預約100萬元 讓它們開始燃了 損失正的 脹補成 積定 雷